大家好,主播慷慷有余,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产品事业群CEOMichelle Johnston在最近的2025年美国银行全球技术大会上透露,公司将终止任何利润率低于至少50%产品的研发工作。 对此,华尔街Northland分析师Gas Richard认为,英特尔是唯一能替代台积电的选择,他还重申了对英特尔的优于大盘平等和28美元的目标价。 Richard认为,虽然英特尔的转型之路仍面临诸多挑战,但该公司拥有大量技术与操作杠杆来推动重整计划。 他指出,明年英特尔将能与台积电并驾齐驱,拥有相似的制程技术,并且与台积电一同成为先进封装的领导者。 目前,英特尔正在大规模扩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Five52与Five62厂房,而台积电也在凤凰城兴建一座专属晶圆。 Richard进一步推测,由于英特尔在先进封装的领先优势,未来可能转型为SIP系统及封装代工厂。 SIP是一种先进工艺,它允许将多个机体电路和其他组件集成到一个单一的封装中。 目前,英特尔的18i制程已接近商业化。 该公司在近期2025年VLSI技术与电路研讨会上宣布,这项新制程将用于Panzer Lake CPU等产品。 相较于现行的Intel 3制程,提供30%更高的密度扩展,25%的频率提升,及36%的功耗降低。 英特尔虽然在CPU领域一直很强,但日本富士通Fujitsu目前正研发2奈米CPUMonica,预计将交由台积电代工生产。 不过,富士通也表示,日本出创晶圆代工企业Rapidus对于确保供应链稳定性来说非常有用。 据了解,富士通Monica是一款面向资料中心的处理器,采用基于台积电的ColeZell封装技术的博通3.5D XDS IP技术平台,拥有36个运算小晶片。 其中主要的CPU运算核心基于RMV9指令级,拥有144个CPU内核,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制造,并使用混合铜键和HCB以面对面F2F方式对叠在SRAM TELS上,本质上是巨大的快取记忆体。 SRAM TELS是基于台积电的5奈米工艺制造的。 运算和快取记忆体堆战,伴随着一个相对巨大的Io晶片,该晶片集成了记忆体控制器,顶部带有CXL3.0的PCIe6.0通道,以连接加速器和扩展器,以及人们期望从资料中心及CPU获得的其他接口。 虽然至此,但有日本媒体报道称,富士通社长石天龙人日前在横斌市召开的定期股东会上表示,目标量产2奈米晶片的Rapidus对于富士通来说,能增加先进晶片供应来源,对确保该公司供应链稳定性来说非常有用。 富士通也计划对Rapidus进行出资。 富士通正研发采用ARM构架的2奈米CPUMonica,预计将在2027年推出,预估将应用于AI、资料中心等用途,且富士通正携手理化学研究所研发超级电脑附约的后继机型,且计划搭载较当前研发中的Monica更强的CPU产品。 在此背景之下,台积电于2025年6月举办的台积电2025日本技术研讨会,为客户进行技术发表。 台积电日本总经理小野四成,资深副总经理,继副共同营运长张小强分别发表主题演讲,阐述台积电在先进制程方面的努力。 小野四成强调,他们正在进入物理人工智慧时代,这是一种允许机器人和汽车自主行动的人工智慧技术。 据花旗集团估计,到2035年,全球将部署1.3亿个人工智慧机器人,到2050年,这一数字将达到40亿个。 其中,6.51个将是人型机器人。此外,预计到2030年,每10辆汽车中,就有一辆将是自动驾驶汽车。 小野四成表示,随着人工智慧从云端向边缘运算的扩展,它将变得更加触手可及,重塑人工智慧的格局。 为了实现人工智慧民主化,它们需要更小,效能更高的电晶体,更强大的运算能力,以及更高的能效。 他补充到,这正是台积电的优势所在。 它们正在先进电晶体和易购架构领域不断创新,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工智慧需求。 台积电1997年在日本市场的销售额为1.5亿美元,但2010年已达到6亿美元。 2024年将超过40亿美元。 此外,该公司迄近为止的12英寸晶圆出货量已超过1200万片,由于近年来需求增加,预计2024年将超过149万片。 小野四介绍了台积电在日本积极投资招聘和研发设施的情况,并强调台积电将提供业界最先进的技术,并支持客户的产品创新。 毫无疑问,人工智慧是半导体市场的热门词汇。 人工智慧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半导体行业。 张小强说道,他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大约30年,但他从未见过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情。 台积电预测,到2030年,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达到1兆美元。 高效能运算HPC将推动增长,占整个市场的45%,其次是智慧型手机25%,汽车15%和物联网10%。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,台积电的N4、N3和N6RF工艺实现了强劲增长。 这些工艺具有节能的运算效能和连接性。 此外,资料中心的快速增长正在推动5奈米和3奈米设计的进步,并通过QoS和SoIC封装加速效能提升。 至于2奈米工艺,N2工艺正在准备量产,预计将于2025年下半年开始。 张小强谈到256ms RAM的平均量率将超过90%,他还表示,N2P和N2X工艺的开发也进展顺利。 预定于2028年开始量产的A14制程将采用新技术NanoFlex Pro,与N2相比,逻辑密度将提升20%以上,每瓦运算速度将提升高达15%。 预计将增强智慧型手机的AI功能。 A16工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,将具有业界领先该公司称的后部电源效能和高逻机密度,满足资料中心AI HPC产品严格的续号部线和电源要求。 总体来看,在人工智慧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,最重要的因素是能源效率和运算能力。 台积电正在开发先进的逻辑以满足未来的需求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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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